娱乐圈中猜不透的关系 李志廷尴尬回应 与范冰冰绯闻 胡奇龙刘诗诗相差17岁 杨幂刘凯威相差12岁 王峰张子怡相差8岁 红少虎妮妮相差10岁 最近随着这一对对情侣微薄晒幸福 秀甜蜜 最某年龄差也成为了网友们热议的话题 对于情侣间的年龄差 还是单身的李志廷就有话要说了 哎呦 我作为一夜惊喜的演员 我不能介意姐弟脸的 我觉得年龄不是一个 大家看到那么大的一个问题 因为很多时候一个人的实际年龄 跟他的那个身份证的年龄 是有差别的嘛 所以我觉得 找到适合的人就是适合的人 其他那些踩踩踩踩的年龄啊 什么的 我觉得都不是一个因素 人到不是距离 年龄不是问题 现如今大叔佩罗蒂 郑泰配首女才是电暗王道 并一夜惊喜中 李志廷范冰冰就演绎了一段 旷世姐弟恋 而在戏外 两人的绯闻更是传得 有鼻子有眼 我觉得 不伤害人的绯闻 我就不太介意 你觉得呢 当然尴尬的 你们问得那么狠 我觉得我们关系挺好的 对 还有保持联络 关系好 谢谢大家 我们的时间真的非常小 我真的不好意思 各位 这小男生的尴尬表情 还真叫人浮想联翩呢 不知道是真的没事 还是不便透露呢 上周娱乐圈好几对情侣 扎堆晒幸福 也让李志廷感慨万千 那么假如未来找到另一半 李志廷会不会选择 以同样的方式 公布恋情呢 假如找到 我觉得 也还得看你的另一半吧 就如果你 未来的老婆 或者未来的朋友 他不想公报的话 那不是 对吗 你这男人的责任 就是要 也要保护你另一半的 小编剑 真是有责任的 蓝志汉呢 不错了 不错了